多謝大家回到Ars Kenneth 我就是運動員兼教練 Kenneth 很想和大家繼續分享一下我上個星期的訓練紀錄 今天十月二號 公眾假期來的 星期一 外面下雨 其實都頗冷 早上我真的要穿到三件衣服才能出門 你不可以T-shirt 更加一件外套也不行 要加多一件羽絨的背心才能出門 今天早上做 好 不如我們講回上個星期九月二十五號 星期一 星期一我做什麼呢? Power Snatch 加 Snatch 其實都很難的 我一開始的時候是先做 185 接著205 接著就215 最重215的 因為215都頗難的 由Power Position去做 Snatch 然後之後再做 Snatch 或者1個Set 其實我去到215 其實都錯過了幾次 最後做到3下215 其實都算是這樣 215 我再重已經做不到-5點了 之後就做 High Pro Below Delet 之後呢 就做 Clean & Jerk 不過最重都是去到80% 即是大概275 大概2-5 其實今天做狀態 其實腳都很累 不是我的100% 完全不是 那盡快做 所以我去到275 即125公斤 其實我就差不多停在那裡了 我不會再加 因為要做兩下Jerk 兩下Jerk 其實是難的 但是我一定要衝破這個障礙 因為如果我兩下275一定要做到125 因為我的目標就是1.2.1.3.0 如果兩下125做到的話 其實再做130是容易好很多的 其實最難是什麼呢? Rap跟Rap之間那個回氣要回得好 回得好的話就會好一點 所以Rerat一定要Rerat得好 千萬不要害怕 而且摺降力會好一點 有時候after clean 如果回氣不好的話會很難的 有時候after clean 我一定要呼氣出去 其實呼氣出去是比你brace得更加好 這樣去brace 就不是 千萬不要這樣去brace 這樣去吵的 應該是brace 這樣brace是比較好一點的 這個app是實的 或者整個mid session是實的 360度去實的 這樣就為之bracing 之後做3 set 5下的squat 就是RPE6來的 所以我會做275 記住每一下呢 訓練的目標就是每一下做到一模一樣 包括Range motion一模一樣 Tempo一模一樣 Teknet一模一樣 OK 千萬不要做到暖大陸 其實ATG Squat其實是 我覺得是一個gift來的 我想是很少人會做到Full Range of Motion的Squat 還會做得漂亮的 但記住Full Range of Motion的Squat 是包括knee over the toes 膝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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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 少少 internal rotation 接著上 你看到背部,很明顯 pull up就是連背 所以 你會見到 我會給自己 維持低脂肪 不要太多 在身體 我想我現在大概是 9-10% body fat 我估計 接著來到9月26號 其實是16號的 對不起,這次應該是9月27號 星期三 因為家裡發生了一些意外 那是snatch balance 我就做205的三下 三下205 真的剛剛好 三下205 snatch balance,真是難的 你做完兩下之後 其實你一個人已經很 不太知道自己做的 所以第三下是要 很專注地去做 我想做snatch balance 最重要就是 BRACE, BRACE, BRACE 還有要 Attack Attack 如果你 不夠 Commit 或者你這個 不夠 Strong的話 不可能做得到 所以一定要 要想清楚 如何去做 不可以 亂來做 snatch balance 真的難 對我來說是難 因為 我自己的shoulder mobility 都一般 一般 所以 是難一點摺 摺 難一點摺 其實 剛剛好 你看起來好像很順 其實是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做完snatch balance 就做snatch 其實我做了snatch 對 做185 做了4 3 現在都不會做得很重 最重都是195 由185 做到195 都順 沒有任何miss 沒有任何miss 那 Yeah Nice 我覺得今天做完snatch balance 再做snatch 是 不差的 好了 然後來到 9月28日 星期四 做snatch 這個是最重的 今天是去到top set top set 是做240 240 都算 OK 不是我自己最好的 但是今天的表現 都算是不錯的 那麼我想snatch 什麼呢 其實最重要 其實是 保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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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Contact 接著想到 Chest 上去 升上去 那隻巴就會上升 當隻巴上升的時候 你就往下落 or get under 接住牙鴨 這就是我的個人經驗 clean and j мы HP 最重 我要 COME 1 Clint 做了兩 בכetter 121T 大概 131T 所以我也算是很開心 如果做到290T It's not too bad 始終都要focus在右手,右手的lockout都是差一點,不是最好的 千奇不要打算做了就算,要做得漂亮 千奇不要打算完成了,因為比賽的裁判他不管你練了多好 免得你平時訓練練成怎樣,最重要是在比賽當日你要做到他的要求 這樣才可以,不然他就會一點曲手,再推,就不斷練 所以要不停不停去鍛鍊自己 好,然後fund squat,fund squat就輕一點,275,4,3下fund squat fund squat,記住一樣東西,都是full ring to motion,跟back squat一樣 但身體的angle要是up more,upright,還有elbow up,sarentense anterior 前鋸肌要用力的,OK,來到星期五了,星期五就是snatch pull 加hand snatch below the knee,很輕鬆而已,205很輕鬆而已 OK,這個完全對我來說是沒什麼難度,205沒什麼難度 但205難度就會高一點,205其實不需要amp up自己才能做到的 但205就要amp自己很多才能做到的 OK,205其實OK的,舒服的,不會說很害怕的 那麼snatch pull,其實不是,snatch pull跟high pull不同 high pull就是拉到上來,snatch pull只是好像decliff那樣,stroke 那就OK了,keep住支臀部,近自己的,千萬不要用heap推走這支臀部 這樣東西就不對的,記住lock out behind the neck,OK 接著就clean,push jerk,再加jerk push jerk我就整天都做得一般的,我記住,蹲下頭,lock out 多數頭那一set都一般的,雙手未必是完全伸直了,OK 不斷地練的了,今天做push jerk的話,就不會做得太重了 push jerk,我想現在暫時做255,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到頂了,for push jerk來講 然後jerk,當然我可以做到275,295,但是為了push jerk 那今天不是做重了,focus在踢烈,lock out OK,就是這樣了,看上去都ok的,clean clean就完全沒問題的了,現在最緊要是那個split jerk 做得好,做得硬,而且一定要aggressive 不可以就這樣伸直手,一定要推多少少 推多少整個skin夾骨,推上來,那你就可以lock out 再靚仔些了 今天呢,今個禮拜,即上禮拜,我其實穿了四天 為什麼呢?因為weekend我就去了上課 OK,星期六就上facibility,就是range of strength Lucas就搞了個course,在Vincouver 這樣,那我上了兩天的 第一天,day one就是facibility,range of motion 然後第二,day two就是old school strength 做一些已經失落了沒有人去train的動作 例如one arm snatch,one arm clean,one arm deadlift 全部都是90世紀初的運動員所做的動作 OK,那很多東西已經失去了,其實等於old school 都會翻炒回,即是古,應該說復古,應該說復古 現在就是喜歡鼓著,是不是? 那training也是,找一些我們失落了的運動去練 那你說是不是玩到沒什麼好玩呢? 那不是的,其實每樣東西都對身體是好的 OK,有些動作你miss了,原來這樣做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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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那條腰...deadlift是不是... 其實我有一點點改了那個concept的 喂,條腰弄了一點點,是不是不可以做deadlift呢? 或者是不是一定會受傷呢? 其實我自己都會問自己的 當你做到很重的時候,其實條腰呢 都有一點點run的,做到很重的話 即是說你one arm很重的話 可能在說240kg左右 OK,以上 那其實你最看世界冠軍的那些... powerlifters呢,條腰都是一點點滑 你說很難會整整的 當然啦,你說初學者的話 當然要直啦 因為初學者或者dram prop來講 不是運動員,非運動員的話呢,其實... 就這樣做一個deadlift 就算百多kilo,百一百二kilo 他們的受傷機會都很高的 很高的,那... 我就不會... 給他們做rind back的deadlift 對吧? 除非他們已經developed了十幾年 都是rind back的話 就沒話可說啦 其實最緊要... deadlift... 又好怎樣都好 其實都要把shoulder 這裡... 將...貼近那個... hip pocket OK? 這樣呢,你就會engage your legs 如果你要engage your legs的話呢 其實... rind back... 那... it's okay for some people for some people 不是對所有人 但是如果對jamp prop的話呢 即是普通人 非運動員來說呢 我會教... 我始終都會教neutral spy的 OK? 就是這樣啦 這個課程都... 我們一天再講啦 因為... 就是我問... Locus呢 就是strength of... rind of strength 如果squat裡面 都有一些butt ring 究竟... 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他說是可以接受的 最重要的是 阿斯蘭拉斯 那支巴... 旁邊看支巴 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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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先... mental 6 好的.. 那...